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赛事圈 CBA今后在半决赛第三轮 深圳南篮主场汉富广东南篮 来到了被淘汰的边缘 比赛中,一次一次干扰球被无视 CBA裁判表现真的如此业余 这样认为的人可能没太搞动规则 这个球出现在首阶还剩7分半中左右 周鹏抢到篮板后,一条龙快过完成上篮 结果被深圳队沈子杰追上来盖掉了 广东队认为这是干扰球 但裁判却认为是正常封盖,没有吹少 这么明显的漏判,证明深圳的主场哨太明显 这回大家可能真的错怪裁判了 根据规则,篮球扣了最高点 或篮球已经碰到篮板 此时防射队员的封组都属于干扰球 要盘进攻得分 而广东这个球,仔细看回放就可以发现 篮球先是打板反弹到篮筐 第二次弹起后,才被沈子杰盖下来的 所以这个球并不是干扰球 裁判的正常干扰判断是正确的 是真正的专业水平的体现 带偏观众和球迷 估计是不那么专业的解说员吧 好啦,本期的赛事圈内容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